当前人类不仅得面对生态系受到伤害 还必须正视粮食不足的危机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 2019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 2018年全世界有53个国家地区 因为气候变迁 经济战乱因素 导致1.13亿人口面临重度的饥饿之苦 在台南市善化区的偏僻乡间 有一个国际蔬菜研究机构 网罗勒来自全世界顶尖的农业专家 在此收集了蔬菜种源 并透过科学方法改良育种 希望帮助开发中国家人民改善贫穷 以及营养摄取的问题 这个网络小型联合国的机构 要如何借由位居台湾的优势 对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呢 对世界人类做出贡献呢 对 对 你还在外面呢 对 对 所以在北际上什么事 我们在外面的训练 只要外出吃饭 透过视讯远及法国的沃培瑞 和距离大约1000公里 远在菲律宾工作的太太通话 这是她下班后最快乐的时光 看起来 be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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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培瑞是雅叔世界蔬菜中心 總部的最高主管 受過高等教育的沃培瑞 之所以願意遠渡重陽工作 忍受與家人分離的辛苦 為的是一份理想 他大學時期就讀農業科系 也常旅行世界各地 目睹開發中國家 人們的貧窮景況 暗自立下服務心願 完成博士學位後 前往非洲工作長達二十年 疾病 肝旱 天災人禍下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 四分之一的人慢性營養不良 聯合國農糧組織發布 2019年全球糧食危機報告 2018年全世界仍有 53個國家或地區 1.13億的人口蒙受 中毒 中毒劫餓之苦 沃培瑞在亞蘇中心的主要任務 也就是帶領團隊 研究開發 蔬菜品種 協助改善貧窮和飢餓的問題 楊書中心除了台灣總部 另有坦上尼亞的阿魯莎 瑪麗的巴馬科 貝南的科托努 印度海德拉巴 以及泰國曼谷等五個區域中心 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 執行計劃幫助農人 其中一個強制的中心 是生物控制和生物物質 和健康培養的習近平 以保證那些蔬菜的能量 是真實的 沃培瑞和團隊成員深知 種植蔬菜所需投入的 紫金 人力 技術 有機會比其他 農漁木產業來的低 這對開發中國家民眾很有利 然而如何找到合適種源 並且結合台灣在地的優勢 進行育種 卻是挑戰 檢疫溫室裡 種植著大片茄子作物 這是從全球知名的 英國倫敦皇家植物園 秋元所引進的野生品種 來自荷蘭的方佐威博士 是溫室主管 專長品種基因研究 所以這是生育種植物 人們不喜歡生育種植物 但現在我們知道 他們有生育種植物 為生育種植物 更好生育種植物 更好避免生育 更好避免生育 特殊原生種作物 用來幫助農人 克服某些極端種植環境 因此具備此優異特性 並且富含對人體 有益微量元素的 綠豆 大豆 毛豆 番茄 番椒 以及各種蔬菜種源 都是亞蔬中心各領域專家 千里條條 苦尋育種的珍品 嗨 マーティ 你在做什麼 我正在調查 我正在調查 的種植物 看看 多少種植物 好 很好 張盈福是亞蔬中心副主任 他出生高雄貧困農村 從小念書之餘 還得幫忙家裡種植果樹 艱難的成長歷程 反而激勵他想幫助農民的善念 後來張盈福考取了工費 到美國康奈爾大學讀書 獲得了博士學位 並由農委會派駐華府 駐美代表處工作 為台灣的農業效力 在國外工作多年的張盈福 對於站在台灣土地上 發展農業研究 獲取信心 這裡有熱帶的氣候 但是其實也有亞熱帶 稍微帶亞熱帶的氣候 另外一個因為這裡的灌溉設施 也都非常好 這裡的土壤土質 也非常適合蔬菜的研究 國內的這些大學的農學院 培養出來的這些研究人員 這些學士 壽士或是博士級的 這些研究員 它的素質水準很高 所以可以融入我們整個 這個國際的這個農業的研究 亞術中心四百多名員工裡 至少有三十六位博士 四十五名碩士 分別來自三十多個國家 宛如小型聯合國 這樣的背景 其實早在近半世紀之前 就種下了因緣 二次世界大戰後 六七零年代 許多國家面臨糧食不足 營養缺乏 饑荒的問題 當時聯合國系統的金融機構 世界銀行 集思協助開發中國家解決困境 因此支持成立十五個國際農業中心 其中的亞術中心 就是由美國提議 我國政府爭取 與台美日韓飛越等國的政府 簽約設立的國際機構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台南善化就進駐了一支 專為蔬菜種源收集育種 消費生產而努力的國際集團隊 然而人類辛苦栽種的蔬菜 卻也往往成為蟲類的最愛 於是農人噴灑化學藥劑殺蟲 卻毒害了地球生態 得不償失 這群專家該怎麼解決呢 來自印度的施瑞林博士 專門研究生物防治法 讓蔬菜避免病蟲侵擾 如果蟲子被攻擊 這些人會死 只會出生物的蟲 所以蟲子會出生物的蟲 所以蟲子會出生物的蟲 會出生物的蟲 會出生物的蟲 去找新的蟲子 然後去控制蟲子 寄生蟻能克制大財民的數量 此外 在主要作物旁 種植對昆蟲而言更美味 卻致命的誘引植物 也有效果 蟲子會生物的蟲子 蟲子不可以增加蟲子 所以蟲子不可以受傷 所以我們不需要用蟲子 蟲子或蟲子 因為蟲子的蟲子在這裡 施瑞林挖空了新思實驗 只有一個目的 發展安全蔬菜 既保護人類減少化學農藥致病 更捍衛地球環境 不過蔬菜是植物活體 運送過程極易受損 要如何完整有效率地 送到農人手裡栽種呢 好的 手指,你的手指 行動 這些樹的蟲子看起來 蟲子看起來 蟲子的蟲子 我們不能蟲子的蟲子 所以這是很重要 很好 要分裂一下 一些種類型的配料 一些的配料 一些配料 一些配料 原来 藉由种子完整封存作物基因 而且相较于植物活体容易运送的优点 就可将种源送到农人育种专家的手里 尽管如此 种子的生命仍然脆弱 邦佐威为了呵护它们 每天都得历经风霜 好 现在我们将农质放在农质上 ill藏师自然之后 现在因为它的种植物是天均不错的 它们将组算的存在 温度是地均不会 它们细便在旋áb盖上 用农质放在旋质上效果 让我们年轻费劲放在农质上 让我们将其中一个冬质上的成长 我們要保持栽培養的長度 因為我們想保持栽培養 方左威穿梭在零下19度C 牆壁10多公分厚的種源庫裡 仔細看顧儲存狀況 這裡的種子 預計得存活100年 保留給人類的後代子孫 我認為這些種子 是一個聯繫 人生的歷史 現代和未來的 我認為這是好幸運 好希望 因為這幫助人的食物和食物 台南市善化區的養殊中心總部 目前儲存6萬1千個蔬菜種源 高居全球工部門之首 這些種子透過了各國政府 非營利組織跟民間單位 傳佈至全球 2019年5月 亞太種子協會 與亞蘇世界蔬菜中心 共同舉辦蔬菜育種聯盟年會 包括了台灣在內 10多個亞太區域國家的大學 種子公司 100多位育種專家 在田間觀察 討論育種品系 拉過牛本 小叫做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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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 目前差不多天天有生的病 生的病虫害 这些抗病的材料 我们是特别税用的 你跟其他种籍中西交流 他这些东西不会给你的 住队不会给你的 公司的专家把种源带回去 继续改良成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品种 在供给当地的农人栽种 提高收入 1972年以来 亚树中心总计已提供67万7千个蔬菜种源 全球204个国家受惠 沃培瑞 张宁福和专家们看着自己研发的作物 结实累累 被询问热烈 就算解说到汗流甲背 依然眼神发亮 或许这一刻就是他们愿意离乡背景 为蔬菜事业拼搏的动力之一 傍晚十分 雅树世界蔬菜中心的草地上 总能看到员工换上了足球装 奋力为团队比赛拼搏 透过蔬菜研究 帮助人类的过程 很像这场球赛 仰赖队员不分国界 团结合作才能发挥效果 在全球仍有不计其数的民众蒙受饥饿之苦的时代里 这群专家默默为人类服务 发挥了勇气专业以及耐心 克服一道道的难关 不轻言放弃 他们的努力是帮助地球生态永续的重要力量 期待您的鼓励 更期待大家一起善待我们更存的地球